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冬天正式来临 俗话说 保冬保脆康 除了是在冬天要好好犒赏自己之外 也要开始储备能量替来年做准备 冬天是一个休养的时间 让我们的活动能够慢慢的安静下来 然后一个就是因为太天太寒 所以冬天的时候其实是保暖 食补是很重要 其实就是说你慢慢让你的身体能够舒服 这样就OK了 所以我觉得保养这件事 就是根据你的状况 那冬天的意义就是要迎接春天的来到 中医认为冬天若不藏经 春天必病温 就是说冬天若好好养生 来年就不会生病 而冬季人类活动量低 血液循环较差 手脚冰冷成为冬天常见的现象 我们中医上常常使用的食补的方法 就是有姜还有龙眼 那会让身体产生温补的效果 那在食物上根据类的营养含量也是比较高 像我们常用山药啊像地瓜啊像莲藕这些 都是属于根据类营养含量比较丰富 除了吃得丰富营养 还要吃对食材把热能留在体内 常见的冬季养生食材 有补气又补血的食权大补汤 促进血液循环的姜 以及富含铁质与维生素的桂圆 这些食材不是有吃就能达到功效 该如何选择 如何吃得恰当更是一门学问 接下来就跟着专家团队一块去探索 全球大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冲花 我手边这边有很多冬季常见的养生食材 就中医的角度来讲 这些食材都是可以用来入药的 饮茶怎么吃是非常有学问的 其实很高兴邀请到很多专家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我们中医部陈建林陈主任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医养师柏梁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对于推拿穴位非常有研究的 卢和林卢医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你们 还有我们对于养生非常有研究的 彭建林 彭大哥 还有我们的健康观察员欣妍 大家好 欢迎你们大家 想问一下主任大家 你们在冬天 有没有特别有在吃什么在保养啊 我们都有啊 因为冬天是比较冷啊 所以我们会吃的比较暖和一点的食品啊 比如说我个人有时候就会喝一点那个熔眼茶 熔眼茶 都会的 有时候还要吃一点那个生茶 因为有需要的 所以我想冬天最主要是我们要保暖 要保暖 对 那柏梁呢 就是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姜啊 就是拿来泡茶喝 就是 姜茶 对姜茶泡茶喝 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一个部分 对 是 那卢医师呢 那我偶尔在寒流来的时候 会泡一些姜茶来喝 哦 姜茶 那冬大哥您呢 我都 现在都中秋节过后 我都认为说 泡那个熔眼茶 熔眼红枣枸杞 他来泡茶 自己也可以喝 然后全家都可以喝 那个冬大哥也有帮大家特别准备 他平常煮的这个桂圆龙眼枸杞茶 大家可以喝喝看 咦 大家可以喝喝看 甜甜的耶 主任 这样子 冬大哥这样子保养是对的吗 如果就冬天来讲的话 应该是很好的保养 不过我们倒是要知道就是说 这三个食品 其实就中秋节来讲 它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龙眼 它这是补心的 所以大概用来都是安神的 那枸杞就是补眼睛的 或者是补干的 那红枣就是补皮 也有安神的作用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说 因为它是比较热 你看它的颜色都是比较红的 比较黑的 所以在中秋节来讲 它是比较热的 所以有一些比较热的体质的人 可能就不太适合 还有这个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能喝 因为感冒的时候是发炎 所以也就是说发炎 它比较热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些发炎 它就会火气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要喝 那什么叫做火气大呢 就是我们一般代表是口干 舌燥 失眠 还有便秘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在这个就不是那么的恰当 不过因为冬天它是冷的 也许比夏天好一点点 不过我想大家还是要注意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千万记得就是感冒的时候别喝 我通常有些人就是 我感冒的时候抵抗力不太好 是不是来喝一下 可能就火气更大 所以感冒的时候 大哥记得不要喝 因为这样火气会更大 可是刚才有讲到 索一的那个黄大哥有说的 那个桂圆 是不是就是我们夏天说的龙眼 这中间有不同吗 看外表好像很类似 其实这个是龙眼 然后这个桂圆 颜色比较深 所以它们其实是同一种植物 那龙眼采集下来之后 经过这个龙眼木的烟熏 可以闻一下味道 有一种烟熏的味道 就会变成这个龙眼的样子 龙眼就会变成桂圆的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看果肉的话 也可以看到龙眼是比较像荔枝这样 晶莹剔透的 那桂圆就会比较萎缩 然后比较浓缩比较黑 这个营养方面会有影响吗 如果这样子 其实它们两个的营养价值是差不多的 都是维生素C的含量很丰富 然后铁脂 就是铁脂跟一些矿物质的含量 也比较多一点 但是因为这种晒干过的 像是桂圆这个部分 它的含甲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对于有一些肾脏病人来说的话 可能它的那个吃的部分 要比较注意一点 就是说关于烟熏这一块 就是要注意甲的部分 因为有些肾脏病人 它可能需要先知一些假的摄取 对 主任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要把那个龙眼变成桂圆 这在中央的角度来讲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一个就是说 你看看这个比较黑以后 甜分就增加了 甜分的话对我们来讲 就是促进这个补的作用 那你看它是黑的 所以是一个补血的 所以要促进这个补血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因为经过冤熏以后 所以它会比较热 所以吃了以后容易火气大 那龙眼的用量 要多少 才会比较安全 是 因为它是个食品 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量的话 没有多少 其实就是不要吃了口干舌燥 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 一次也不要超过10颗 一般的人 那 10颗以后如果你觉得是比较热的 比如说吃完以后口干舌燥 那你下次可能要减一半 五颗就好了 五颗吃了不口干舌燥 那再多两颗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因为它是作为一般的食品 如果我们作为保健的话 我觉得这样可能太多 所以我现在都建议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概早晚或者是一天就两颗就好了 但是最重点是你要长期的吃 不是说我一个礼拜就吃两颗 那也没有什么作用 那跟糖果差不多 所以也就是持续的服用 持续的服用这样就可以 所以主任建议我们这些桂园 可以早晚各一颗 就一天大概两颗 然后持续吃 对我们这些比较血虚的妇女来讲 可以补血喔 那大家现在面前都有桂园 大家可以尝一下 这基本上还很好吃对不对 好甜喔 你觉得这样子吃OK吗 我看大家你看 哇是那个冯师兄很快就把它吐出来了 其实我在做这个 这一集的过程当中 我跟主任有讨论到 主任他这边有一个失常的方法 他说这个桂园如果吃得好 这个功效 刚刚说的功效反而会加倍 主任可不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 到底是什么方法 我刚刚要问的就是说 其实你想想看 如果你这样子吃 很快就把它吃完了 我们有一个建议的方法 你就是把它 把这个桂园 直接塞到这里 然后要不要把它剃干 用舌头 师兄你要不要试试看 师兄你再试一试 我们要把它剃出来 就是用舌头把肉剃干净 对 这时候是不是 就会口水比较多一点 口水比较多一点 我们刚刚讲就是 口水其实 你觉得 不能吃太快了 有没有跟原本你的吃法有差别 有 慢慢吃的话 口水增加很多 对 就是说 我们刚刚不是讲太热吗 太热 所以即使我们有 很多人都是口干舌燥的 比较多 因为现在天气 应该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火气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 就这样子可以增加口水 所以口水 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液体 精益 所以如果有师兄师姐 如果能与口干舌燥的 我们也可以建议就是说 你常常要吞口水 什么叫怎么吞口水呢 其实 刚刚那个动作就是这样的做法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龙眼的话 我们可以在舌头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滚个十几下 然后就会有口水 对不对 然后再慢慢吞下去 所以大概 尤其这个早上 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做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龙眼肉 但是一定要细嚼麦 让那个口水生出来 所以原来一个小小的吃龙眼 其实就很重要一个秘诀在里面 不管是龙眼或是桂圆 它的糖分都很高 那对于在使用这部分的话 刚才主任有说到 它可以补血 可以帮助我们身经止渴 但是我们民众 有没有要必须注意到一些小细节的地方 要注意哪些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龙眼大概一次 就是大概吃个十颗到十二颗左右 那这样的话就差不多 就是我们说的一份的水果 就是可能就是我半颗芭蜡的糖分 或是说我半颗那种富士苹果的糖分之类的 那一般来说如果说它有血糖问题的话 我们通常都建议它的水果 一天就是吃两次 就是两份的一次 所以变成就是说 如果说它今天水果想要都吃龙眼 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一天大概就是二十颗左右 可是这个要分段吃 它不能一次就是把二十颗都吃完 它应该是说我可能早上的时候吃一次水果 就是龙眼的水果 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再吃第二次这样子 要分这个时段吃 可是因为龙眼肝它本身糖分就是比较高 所以通常建议我们就是砍半 就是原本吃五颗就是生的龙眼 可能就砍半变成五颗这样子 再来就是说它今天吃了龙眼之后 二十颗的龙眼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水果了 就不能再吃其他的水果了 我怕我这样子一讲完之后大家想说 那我吃完龙眼我是不是可以再吃个苹果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 所以各位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不能一次吃太多 所以刚刚除了讲到那个所谓桂圆之外 其实到冬天刚才主任有讲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部分 就是还可以入菜入茶的就是姜 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 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 其实我们讲的生姜 在中医讲的生姜是这种老姜 老姜要放老姜就是种久一点 对不对 这个嫩姜就是在发出来之后就开始拿出来 所以它比较嫩 你可以直接吃 这个的话这个皮太粗了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那你知道嫩姜 生姜的话我们都是什么时候用 很多除了煮菜以外 作为药就是要发汗的时候用 感冒的时候如果淋雨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要吃了什么红糖姜汤 对对对对 用红糖再加上姜 这个时候就是感冒的时候 但是感冒是感冒风寒 这个不是热的吗 是辣辣的吗 是热的 所以如果你喉咙痛发烧的 还是一样不能 喉咙痛发烧不能乱用 热的东西就不能这样用 但是就要发汗 吃了这个就容易发汗 所以我们一般讲的生姜 中医讲的生姜三片 就是用这个来切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 如果你在生姜在家里放久了 以后就干掉了 对不对 所以就把它丢了 对我就放太久了 对就太久了 你只要检查看看 没有发霉 如果没有发霉也可以用 又变成干姜 干姜也可以用 干姜也可以用 干姜来做什么用呢 它就来温中的 什么意思就是让你 胃比较暖 所以说呢 如果吃冰的东西 吃凉的东西 像那个西瓜 这也要压 胃就不太舒服了 用煮这个姜汤来喝 喝也可以 这个干姜 所以干姜跟老姜的部分 尤其是干姜 对于我们的胃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不会发汗 所以不要拿干姜来做为 那个什么烘汤姜汤来发汗 没有什么用 是 所以这是吃的 这是发汗的 然后那是故味的 那我们一般 那个超级市场 就买到这两个 干姜就不容易买到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其实如果这个真的干掉了 不要丢了 我常把它丢掉 因为放太久了 下次如果吃到什么 胃比较冷 你用这个来煮水喝也可以 是 希望不要爆甜甜 对不一定可以把它丢掉 那想请教博良 就 营养社的角度来讲 这姜的营养价值在哪里啊 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血压 血脂 甚至是血糖 也有研究就是说 它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 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 就是让我们的那个 血糖的反应会更好一点 我们慢性病就是很严重 那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会 特别吃一些保健食品 要去做一个保健的动作 其实姜的部分都还算 特别说它的那个营养成分 都还算蛮OK的 我最近在看的一篇paper 它就是也是写说 嗯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喝 就是说有吃姜的话 也可以改善就是说 化放料的一些副作用 生姜是植藕做的 植藕生药 植藕 植藕真的 就想吐啊 想吐的时候 不是常常有点想吐吗 我怎么样植藕 用生姜 用姜 用姜 用姜大家可以这样子 就给它用小汤匙把它姜汁 直接吃吗 这样子没有效 用姜汁 那怎么用 就是你把它弄成压榨成姜汁 半汤匙就慢慢的吞下去 它就会植藕 这是植藕的生药 那这对于化疗的病 不是有时候常会呕吐 也有用吗 这个其实有用 有一点用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要解决原来的问题 我就是说如果有点想吐的话 不然一直在吃起来 也是 吃了好几斤 那这样的话可能火气就来了 这样不行 对 火气就来了 这样其实对于所谓的血压 血脂三高的调控都很棒 很棒 那我们现场啦 我们主任还带来了 十全大补汤的一个材料 可不可以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十全大补其实就是我们四汤 再加四菌子汤 再加上黄芹跟桂枝 桂枝就是比较热 因为现在冬天了嘛 所以冬天的话我们就希望 又可以补气又可以补血 又可以有热的作用 那这个十全大补汤的话 其实也可以当做是一个 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火锅吗 或者是汤汁也可以 做汤底 做汤底下酱也是不错的 刚刚提到的 有发炎的情况不吃 有发炎的情况 包括喉咙发炎或是什么 有时候伤口在发炎也不吃 然后再来就是会火气大的 火气大就是口干 口干 口苦 失眠 大便便秘 大概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吃 或者身体就觉得热热的 这样还是 这样我们就处于热的就不吃 我想请问一下主任 这个大补汤大概 一个礼拜 还是 多久吃一次 这个当然很重要 不能说因为它补好 天天来喝 对不起吗 我以为天天喝 我跟你讲 天天喝也无所谓 但是这个就是不要火气大 对不对 火气大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一般的话 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 应该是OK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到冬天我们不是只有靠食补 在中医来讲 还可以借由按摩穴位 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来改善我们冬天常见的手脚冰冷的现象 到底该按哪些穴位呢 马上为你来解答 我们现在就来请卢医师来教我们 在冬天寒冷的时候 可以按摩哪些穴位 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来改善我们的手脚冰冷的现象 我们第一个穴位是劳宫穴 劳宫穴的话 我们手伸出来 在我们的正中间 一开始可以握拳 握拳的话 中指的指尖顶到的地方 就是劳宫穴 劳宫穴是属于心胞筋的经络 我们中医上来讲 心胞筋跟心筋 是负责这种血液循环的穴位 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然后养心神 对于冬天比较冰冷 增加血液循环是蛮有帮助 然后稍微按压到一点酸酸的感觉 然后慢慢戳 左手右手都可以吗 都可以 因为人的经络是相对的 左右都有 大概按10到15分钟 稍微有点温热感 因为常常这个手心冷这样子按压 慢慢也可以加上这样搓揉 会有一点发热的效果 第二个穴位是河骨穴 它在我们虎口的手背的地方 可以使用另外一只手的第一个指缝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指缝 对到我们的虎口上面 然后再对进来 这个指尖按压的地方就是了 感觉很酸 按压的时候会酸酸的 就是在大鱼剂的位置上面 它有安定神经 然后还有这个也是有这个血液循环 增加这个血液循环的功效 所以我们手脚病人的病人 很常会使用这个穴位 合骨跟劳工搭配一起使用 就是说就是可以 合骨穴按完按劳工穴 或劳工穴按完再按合骨穴 对可以 那除了手的部分 还有没有其他穴位 可以帮助我们呢 好 讲完手 因为手脚病人 脚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小腿肚后面 有个沉山穴 我们先教大家怎么找 这是我们小腿肚最下面的地方 在交接 大家可以摸到一个阿基里斯剑 这个剑慢慢沿着往上摸 往上摸 会摸到这个小腿的肌肉 这个交接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沉山穴 按压也是会有点酸酸的地方 那介绍这个穴位 是因为沉山穴 在天气冰冷的时候 很多病人小腿会抽筋 所以小腿抽筋的时候 感受到风寒 那我们按这个穴位 可以解除这个抽筋不适的状况 所以这个沉山穴 是天气冰冷 蛮好用的一个穴位 所以脚抽筋的时候也可以按 对 沉山穴 那还有呢 再来就是泳泉穴 泳泉在我们这个脚底板的 这个前面这个足弓的 最深层的这个地方 我按压了这个地方 对 那它是属于这个我们圣经 那那个中医的概念啊 肾足骨 所以我们筋骨啊 是属于这个保护这个 跟那个肾还有筋的 关系是很密切的 所以我们按压这个地方 对于抽筋啊 手脚冰冷也是有所帮助 这是很棒的一个皮肤 就是说就是平常的保健的一个方式耶 谢谢卢医师喔 真的是有比较好耶 那我知道啊 星爷我知道你本身就是属于冬天啊 手脚会容易冰冷的一个体质 那您呢平常都有什么样的保养方式 自制暖暖包 就是这个袋子里面装的是红豆 然后我就把这个袋子装大概三分之二的红豆 然后拿去微波炉大概一分钟 中火然后拿去微一分钟 它就会变得热热的这样子 然后呢拿出来就可以放在手上 当一个我的暖暖包 大概可以维持三十分钟 其实效果还不错 主任我听说有的人就是睡前会泡脚 泡脚真的能够改善吗 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因为泡脚会增加我们脚部的血液循环 那脚大概是我们最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嘛 所以那个地方是最凉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般的洗澡的那个温度 大概泡一下量 完了以后你在做泳泉的按摩 那可不可以加姜汤也可以 所以用姜或者是用艾草都可以 谢谢主任 非常感恩各位特别来宾 今天精彩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冬天 很多养生保健的方法跟资讯 您记住了吗 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 放在达特爱健康的脸书粉丝页 记得要传给需要的朋友哦 非常感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